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 2 1 不管怎么说 这个 谢谢 就是 还是 今天还是特别感动 就是 都不知道 好 谢谢 我不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他 还小 需要磨练 这个世界 他还没有完够 还没有精力完全 他不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可能会被我节目上的一些行为 可能打动 或者有演员 或者就是 他可能会觉得姐姐会比较好 是他想要的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喜欢一个人 他能给对方什么 他想的都是 我能得到什么 我能得到什么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 我会给你什么 我觉得这个 是我不太欣赏的底 其实 刚刚在最后 我已经感觉到他可能不会选我 就是 他会 他肯定会顾虑到就是 如到父母不同意 对吧 或者就是他自己觉得 他本身比我年龄大很多 而且他现在 比如说相当于 就是有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对吧 然后我现在 连一个未来的规划 都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可能觉得 种种方面都不太合适 最终 为骑评而来的 帅小伙顾阳 没能打动骑评 两人年龄差距的背后 是价值观和成熟度的差异 没有民居的未来规划 不够成熟的顾阳 或许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练 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希望帅气的他 能够在不远的将来 找到适合自己的女孩子 哈喽大家好 我叫王依依 今年21岁 我身高175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 个子比较高的男朋友 所以180以下的男孩子 我应该是不太会考虑的 而且我平时还是比较爱 穿高跟鞋的 所以说想要找一个 个子高的男朋友 大家好 我叫夏雪莲 今年27岁 目前在一家国企里面做文职 然后我做个人平常 就是有时候挺笨的 然后有时候也会挺 那个会发育小皮屑 然后其他都挺好的性格活泼 比较起脑 比较努力拼搏 然后我心里长有男生 身高有 健身高有1米73 然后体重不太胖 然后许论是大招 或者大招以上 然后内心呢 有4000块钱以上的 性格呢 我会看到一点 有幽默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